Hi,大家好 今天來跟各位補足 在 MacOS系統裡面的檔案總管 FIDER裡面 最後的兩個功能 首先 我們來講解一下FIDER 其他的這些功能學項 首先我們打開這個FIDER 檔案總管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第一個是 自定義 這個FIDER檔案總管的 視窗背景 我們可以切換到圖片 以便好 展示 然後點右鍵 彈出Menu之後 我們選擇最下面的打開顯示方式選項 打開之後我們看到一個設定的 這個視窗小視窗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我們可以把它 中間有個選項 可以調整它的圖像大小 如果說你有老花眼的 或者是眼睛不好的 我們可以一直在這邊調整 比如說我調整成是這個 96 只有100x100 反正就好了 那分類的方式我們可以用這個 名稱或者是種類 就看你要選擇哪一種方式 做做分類的群組 還有就是排序的方式 我是在選擇是依照名稱 那當然 圖片大小之外 圖形大小 之外 我們還可以選擇這個間距 調整它的間距的大小 那再來就是文字的大小 調整成16 最大只有到16 那 如果說 跟一個Windows作業系統不一樣的是 Windows作業系統 它是從系統 裡面調整成 每個視窗 的圖示或者是文字大小 都是一致的 它是以這個 百分比來顯示 而在 MacOS 蘋果的作業系統裡面 它變成是 特別要調整 那我們可以注意看到 這邊 下面有一個 作為預設值 那如果說作為預設值你按了之後 往後你開的新的資料角 就會預照 這個設定的方式 下去做 這個預設值 然後我們 回到這邊 我們要改變它的 背景 圖片 那我們這邊是現在是預設 那我們點一下 圖片 然後如果說我們把圖案 投進來 這樣就完成 好加喔 你看 這樣就完成了 好 接下來 我們來介紹 如何把常用的資料夾 固定在Finder的上方 變成是一個捷徑的按鈕 首先我們按住Command 然後拖到上方來 然後 放掉滑鼠 左鍵 那就完成了 那就直接可以打開了 看 很方便 那怎麼去移除它呢 一樣 按住Command 喔 那這邊 就可以抽放位置 看要擺到哪邊去 譬如說擺到這邊來 或者說 我直接把它拿到上方 放掉移除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好 今天就收到這邊 謝謝各位 記得訂閱喔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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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